日前 美国内政部发布了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审议的调查报告的第二卷 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显示美国政府支持或者是运营的寄宿学校里曾经有近千名原住民儿童死亡 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里遭受到了身体虐待 被迫改偏信仰 而且还因为说母语而受到惩罚 而这些行为都给原住民的社区留下了持久的创伤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应该以史为鉴 反攻自行 好好地治一治资深的人权病和四处干涉别国内政的多动症 我们来听一下林健的评论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告 美国的立国史就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原住民问题是美国的原罪 印第安技术学校是最大的罪证 历史上美国对印第安原住民进行了系统性的文化灭绝 精神灭绝 种族灭绝 时至今日他们人是看不见的群体和正在消失的种族 令人遗憾的是 美国不仅长期回避 并试图隐瞒这段黑历史 还打着人权的幌子 散播别国强迫劳动 强制同化的虚假信息 对袈裟前所未有的人道危机漠不关心 利用美军制外法权的庇护 恣意妄为 在别国犯下了滥杀 掠囚等滔天的罪行 美国到底是真心反省自身的历史罪责 还是迫于压力 虚以威仪 做做样子 恐怕还是在说一套 做一套 印第安人的历史不公 必须得到正视 美国在世界范围的人权劣行必须得到纠正 美方应以史为鉴 反攻自行 好好地治一治自己的人权病 和四处干涉别国内政的多动症